本次影音教學將示範如何透過最新AJAX網頁管理界面 在色卡斯N5500建立兩組磁碟陣列模式 在管理界面左側選單選擇儲存 並點選磁碟陣列做設定 本番禮目前系統上已利用三顆硬碟建立完成一組RAID5 將繼續建立立一組JBOX 點選建立 硬碟1、2、3已在RAID5使用中勾選硬碟4和5來組RAID 選擇陣列形態 在本番禮勾選JBOX TRAID取名 本番禮採RAID2 選擇Stripe長度 設定多少硬碟空間將用來建RAID 本番禮將全部兩顆硬碟空間用來建JBOX 最後選擇檔案系統 按建立開始執行 按Yes確定 RAID建立完成後 您可在陣列資訊頁面上看到兩組磁碟陣列 一組RAID5與一組JBOX 在Part2的影音教學中 將示範如何在不同磁碟陣列上做不同的使用 謝謝您使用色卡斯影音教學 更多影音資訊請參閱宏浦科技官方網站 使用色彩